阿彌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 阿彌陀佛 请大家翻开 我们的课本是在 应该在 如果是传要的话是在 在卷13的234页 如果是我们的书抄的话 是在卷14的 应该是55月 我们最讲的是 在整个大象来讲 就是我们已经 这个如来现象品 我们现在是在 整个是在第二项 那个现象的谁 因为第一项最早的是 就是那个如来 因为是想用那个心念 就是讲那个常念情的部分 我们整个又看这个比较清楚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者是本文 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法一世 说法一世的部分来讲 就会有两个 一个是远方便 一个 后面这个讲到远方便 就是我们是这个 比如这那佛完全用现光明 来说法 来演出 就是他现这个光明 所以叫远方便 那后面的部分 就我们所说的普行上面 且才会用文字来宣说 所以为什么讲近方便 因为他讲到 因为他讲到那个 我们毗卜这那佛的这个现象 就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种圣默然的那种方式 来表示他已经内政 所以他讲 第一个是讲中海同情 所以讲那个同情是情法 所以这个讲四十问的部分 那后面就讲那光照有缘 就是我们毗卜这那佛 献这个光明相 来回应这个四十个问题 其实毗卜这那佛已经有回应 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你能够了解就了解 不了解就是要靠 就是要等这个普贤上面品的后品 来 由普贤菩萨来宣说 这个四十个问题 那我们就讲到谁的 那个光照有缘的部分 就讲到这个谁的 二十四尊 至诸菩萨 心思所念 然后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有这个 有十项 那我们这个十项也讲完了 然后后面就讲那个手照 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手照原本 我们现在说到手照原本 我们现在说到手照原本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 就是手照原本 在我们的卷十四 书超卷十四的五十四 就是所照原本 那文总共有分三相 那我们现在就是同会道场 整个就是因为佛现 比如说那佛现得非常非常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他这个光就现这个赤光 然后另外是讲到那个百豪像光 那我们这个讲到这个 那个同会道场 就是这个讲到这一点 这个能够领纳到这个毗鲁浙那佛的这个光明 整个开始就会 后面就用声音来表示 他已经 他已经那个感应到了 感召到了 所以同就整个来 会到这个岛场 就是同会岛场 那同会岛场之后 开始就会进入到 他现了这些的 就是整个 每个菩萨就现这个谁的 这个 他的自在 这个限制在 就叹 叹 表示也是叹佛的功德 限制在用 然后就是 用这个 升光 就是讲到他已经 第三个就是讲到 他已经感受到 这个 比如说那佛的光明 然后自己用寄送来 述说 他感召到了 好 这个讲自述 好 我们这个在 好的 我们在这个 经文里面 就是 就是 我们还没到这个部分 就是每个 就是整个 同会岛场的部分来讲 总共有 里面的这个文池 文具里面牵涉到有十项 有十项 就是他这个 有哪十项 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就是里面有 有表示这个谁的 这个 每一个菩萨有这个谁 到哪 是哪一方来的 所以 第一个是方 就是有时是定方 就是讲东方 那后面是讲到 是一个 可能就是讲到谁 这个是法藏海 东方 就是我们 就是讲到那个 譬如浙那佛的 这个法藏世界的东方 这个有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世界 就是叫做 因为他的佛国世界 因为世界海就是他的佛国 这个名称 然后后面是讲到谁的 他有多少位菩萨 土跟海 然后他讲到那个 就是讲世界 就是讲他的这个佛土 佛土 还有这个 也牵涉到他的佛世界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土海世界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土海世界 然后后面是讲他的佛名 然后另外讲他的菩萨 主要的菩萨 还有他的眷属 还有每一个 每一个就到这个谁的到佛 这个菩萨之那佛的佛手 然后来第八上是供养 然后再来第九个就是 这个 这个 那后面整个来讲就是讲东西南北 就是讲十方 我们就不列了 十方 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 讲那个 东方的这些菩萨来 安坐在这个毗鲁之那佛的东方 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菩萨 后面也有八件事情 整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来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菩萨毛孔又现广 就是讲就是后面的菩萨这个限制在用 所以他菩萨因为他会 就讲比如这那佛为了答这个四十问 所以他现得非常大的就是现这个吃光 然后又现这个白美好像光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时候中卫菩萨领到十方的菩萨 领那到这个光明 所以整个来聚到我们的毗鲁之那佛的会场 这些菩萨也展现他的自在 所以这个怎么展现有八件事情 所以文有七八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滑岩书超的第五十五的最后一行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大约第六行 大约第六行 大哥先因为整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十方的 全部介绍完了之后 就是这些这些的菩萨 就是一一展现他们的这个自在 所以每一个菩萨 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然后这些菩萨 然后这个谁的我们非常邀请了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人物 这些人物都会有 比如说他穿什么豪华的衣服 他什么带什么 这个什么 就会有这些展现 用他的身体 不是我们展现他的一个 他的尊贵 这些菩萨也是 因为他是属于来 来众 都会展现他的这个真的 我们所说的智慧或是功德 这边是讲到这些菩萨毛孔中现光 后面毛孔中现光之后又 光里面又现出菩萨 所以一一光中间 中七现十方四穴 海微乘述出菩萨 这些菩萨都安坐在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 这个 这些 这些菩萨都坐在莲花掌实实座里面 座位里面 然后还有第三个 这些菩萨都能够遍入一切法界 诸安利海所有围城 这些菩萨入城 第四个是 这些城里面都有非常实 三世佛世界 为尘宿诸广大叉 尘寒广叉 第五个就是 这些叉里面都有三世佛世界 所以叉由如来 还有这个讲到菩萨 这些菩萨又能够 王都能够王这些佛世尊去清净供养 这个讲到谁的 第七项 清净供养 那后面最主要的是第八个 第八个最主要的是 因为是第六个 这个菩萨王共 这个前面 前面六项我就不再讲了 因为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后面的比较重要的是第七项 祝佛洋化 于念念中 于梦自在 释现法门 有十项 这十项又 整个又讲到这些的 这个所化成欲 第八项 念念中 从没 这个一国土过令如须米山 就讲到后面 我们最讲的讲第七项跟第八项 每一个菩萨都祝佛来弘扬佛法 然后所化度的 这些众生都能够 都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众生 是所化成欲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有 祝佛洋化的部分来讲 有 有实相 所化成欲也有 也有实相 这个 我们先讲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原文去念念这个经文 第一项跟第二项最主要的是讲这个 一二可知 最主要的是讲到那个 这也是补充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毛孔现光的部分 还有这个光现菩萨 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第三项 这个第三项 这个 这个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是 指菩萨西能骗入一切法界 诸安利海 所以 所以 有微尘 这个 他最假的的是要解释安利海 因为安利海 是我们事实问里面的其中一个问题 所以他特别特别的解释 这个安利海 这边 因为讲什么叫做安利海 所有微尘 因为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怎么去了解 因为他认为有两个意思 因为讲到从安利的 因为安利是属于施舍 所以他是讲到一切施舍 因为还是讲重还有广大的意思 所以这个讲 因为他是讲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事实问里面的 这个事实问里面问的是安利 大家请看一下 因为他的事实问里面的是 安利是属于 他的是讲法界安利海才对 法界安利海 所以他的那个 因为只是讲安利 都是讲到这个所有的施舍 既然 他是讲的那个 因为城 有这个 我们是讲所有为城 因为为城比较属于国土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土城的这个意思 所以他讲到这个 这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城我们讲这个 因为他最早的讲 所有的安利 所安利的这个依正 这个依报 依报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土 正的部分来讲是我们的神 因为正报 依报跟正报 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色身 到时候是化为城 所以我们讲到医保跟这个谁的正报 这个都是医称真 因为我们所说的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 真就是讲到谁的 比如说这个色身 英国的色身 医保 我们英国也是英国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医手果报 所以他讲安利海的部分 那后面是讲到那个安利 这也是讲到那个 因为关心 众生意识所缘 其实是法界 所以讲到谁的这个 因为 因为 因为他是讲的这个 既然是安利 所以都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民言失色 所以既然是民言失色 是属于我们的心的部分 所以也是讲为什么讲到谁的 因为讲这个法界安利海的部分 就是讲我们的众生 意识所缘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说的法界 就是法界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意识所缘的一些的 相分的境界 所以为什么讲到 列一名相分别而转 叫做安利 因为安利最主要的是 民言失色的部分 是我们意识的言说 就是安利 所以就是讲望 那后面是讲到那个 因为这个安利 最主要解释这个 第三项的安利海虽有威城 那大厦的部分 所谓大厦的部分 最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安利海虽有威城 还有这个 这些城中都有十佛世界 都有非常 就是每一个城里面 都有十佛世界 还有这些 十佛世界里面 都有广大的这个叉 叉土 所以叫做 这个 菩萨 是讲那个城汉广叉 那为什么会有叉 因为这个讲到谁的 他这个解释就是讲到 因为望为城 望为城就是我们 因为他是讲 一个是城 一个是 一个是讲大厦 大厦是大国土 佛世界的这个部分 所以体皆可依 因为这个讲那个 因为城比较 因为我们所说的 城比较小 围城 围城一定会依在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国土的 这个世界 佛世界的这个 这个插面 那后面是讲到 每一叉都有如来 三次诸佛 那什么叫如来 就是就有决性 如来本身就是讲 本身就是讲 我们所说的如来 就是讲决性 此名菩萨正路众生信海 因为大家 这个第三项 最讲的 就是安立海 所有围城 最讲的是讲到谁的 这边最讲的是 城观讲到 因为所有的菩萨都能够 就是讲到他能够入这个 因为 就是讲 其实菩萨 其能骗入一切法界 诸安立海 所有围城 这句话 我们正观法师认为 这个菩萨都可以 正路众生信海 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 法界安立海 是我们的 所谓 他只讲那个 一切施色 严说的这个部分 所以一切施色 与宝跟正宝 所以 讲这个众生 那四可知 这个四可知就讲 一佛城中 就有十佛世界 威尘数出广大差 那第五个是讲到 这个 谁世俗故 说有三世 这为什么讲到 谁的这个 佛刹里面 皆有 这个 三世诸佛 世尊 依佛世尊来讲 他因为在佛图里面 怎么会有三世 所以就是讲 依我们这些的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 世俗里面 所以才会有三世 全身 全身 故病在城中 全身 性嘴最小的是讲 这个所谓的佛 佛的部分 因为佛来讲 他是 最小的是 他是在 这个 我们所说的 这个 因为三世是属于相 相跟信来讲 信并没有说三世 是讲那 成 并在 成中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 谁的 因为讲一个 世俗 因为世俗跟圣意 你圣意 这个讲 全身性比较讲 圣意的部分 圣意跟这个 谁的 因为成是讲三世 所以讲到谁的 就是我们的 世俗 圣意跟世俗来讲 都有这个 圣意地跟世俗地 同书 所以为什么讲 既然在佛刹里面 又有 这个谁的 我们所讲到谁的 每一个 佛世界 都有 三世诸佛 世尊 照来讲 他应该看到 现在佛才对 怎么可能看到 过去佛 第六个是供养 是诸菩萨西 骗往 清静 骗往这些 佛国世界 去供养 这些三世诸佛 供养到底用什么 是用财跟法 不思 还有法的部分来讲 最小赞叹 后面最假的是讲 一念念中 一梦自在 视线法门 开悟 世界海威 成树众生 这个是讲 祝佛洋化 诸佛洋化 这个讲到谁的 选手对前开悟 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最假的 是讲这个 选手菩萨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法杖 三主法杖 还有我们成观 怎么样子来解释 这个 第七个 这个诸佛洋化 跟这个谁的 这个后面的 这个手画成义 他认为 他这个讲到谁的 第七项跟第八项来 就是讲 第七项的 一念念中 一梦自在 为成树众生 这一梦自在 视线法门 开悟世界海威 成树众生 这一句 他认为 别配到 这个第八的 念念中 意义国土 各令 他认为 这个 就是讲第一项 因为他有三种解释 就是讲到 第七跟第八 第七的 第八有十项 跟第八 各有十项 所以那个 第一个是讲 那个 谁的 他有这个 谁的 别配 别配式跟 言通式跟 谁的 个别式 别配的部分来讲 是第一项 第七的第一项 来配 第八的第一项 这个叫 别配 如果是 言通配的话 就是 第一项 一念念中 梦自在 视线法门 可以配 第八的 这个 所化成语的 十个 十个都可以配 这叫做 圆 圆通式 第三个是 个别式 个别式就是 讲到 谁的 第七个 这个十项 跟第八个 没有关系 第七说 第七的 自火养化的法门 第八 所化成语的部分来讲 就是 所有的菩萨 去化度众生 都有它的效果 就是 没有关系 就是 个别配 个别式 用个别式会比较好了解 如果 圆通式就比较难讲 所以我们圆通式也 他也没有说 只是讲到谁的 这个 就是讲 此上十法 不是 这个 此上十法 就是 这个 第八 第七项的 十项法门 就可以 这个十项可以配 第八的 第一 第一 第一条 这个利益 也可以配 第二条利益 第三条利益 所以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我们就讲到谁的 先 我们 按照这个 成观比较 求重 他比较属于个别式 就是 第七项说 说的是法 第八项比较属于讲 说 对每一个众生 所化的 这个谁的 利益 这个 所以的 个别式就比较好讲 也没有什么关系 第七项跟第八项 就讲到 都有他的独立 个别式就是 第七独立 第八 独立书 那我们 那我们 我们想 想 就是用这些 好 就是我们 我们用 我们用 个别式来说 比较好 那个讲到谁的 这个 所以别配式 就讲 以前始法门 对后所成 实意 一门得一意 就是讲到 第一个 第七项的 第一项 会配到 第八的 第一 那什么叫 梦自在门 因为 最假的 梦中 行觉造恶众生 令德断恶 免苦义 所以讲到 有些 就是我们 是梦中 比如说 有些在做梦 一梦就 比如说 害怕 另外 有些 一梦就 我们所说的 经过非常久 让他能够醒悟 叫梦中 警觉造恶众生 令德断恶 免苦义 这个 这个是 如果说你 修学到 很精进 有时候会 会有 会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 有时候是 就是讲到 谁的 因为有时候 会有这个 梦 第二个是 是讲菩萨行门 令入正定 这个什么叫令入正定 最假的是讲这个 是菩萨修学 因为他是讲到第二 是讲念念中事现 一切诸天 诸天陌生 法门 开悟 世界海 为成树 应该是第三项才对 第三 就讲念念中 这个是讲 第二个 以菩萨行门 应该是在经文里面 应该是要 这个 这个第三项才 他有点对反 就是 这个抄里面 书里面的第二 解释到第三 应该是经的第三项才对 念念中 以说一切菩萨行法门 开悟世界海 为成树众胜 这个是讲到 最假的 以菩萨行门 令入正定 这个正定不是说 正定最假的 不是那种禅定的正定 他最假的是讲 我们的众生有分三类 一个是正剧 一个是邪剧 还有一个是非正非邪 所以他讲开悟世界海 为成树众胜 让他能够成为 就讲菩萨的万行 让我们这些众生 能够成为真正的 真正的去修学解脱的意识 成为我们的佛弟者 就讲证据 那我们就讲第二个法门 第二个法门 我们要念一项 就讲念念中世 现有些诸天陌生法门 开悟世界海 为成树众胜 就是讲那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第四天 这个五衰化现的这个部分 这个讲到那个第三号 现诸天 并且讲诸天有些是末 然后后面讲圣 就是讲 初天陌生的部分来讲是 最主要是讲欲戒天 或是色戒天 就讲一些色戒是一上下 有些是精进用功 然后就是上到天 色戒天 不是欲戒天 有时候是放逸 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讲的那个 我们有些讲那个 这个戒论天 有时候他一戏论 放逸就下跒 所以是讲 现这个诸天陌生 还有这个 陌就是下跒 生就是 生到这个天 生天 是令生天受热 是讲那 以放逸则末 如果诸天 比如说他放逸不修学的话 比如说乌衰向险 他就会掉落 刻念变身就是 因为天是一种享乐 所以他如果克制 这个享乐 所以还有修学 所以他就会上 上这个谁的 就是他还会 不会下跒 所以讲上三闹 上三就是讲到谁的 我们这个人 因为我们人 就是六戒 上面的是讲那个 我们是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上道 三二道的一个 就是上三的 这个谁的善道 是人天圣 这个是菩萨 在这个 用这样子的法门 来 来祝福洋化 第四个 那个经文的部分来讲 是讲念念中 以普振动 以却煞 然后后面是讲探佛 功德 神变 法门 用这个 开悟 用这个法门 就是讲普振动 还有这个探佛 让祝福洋化 让我们这些世界海的众生 来修学 来开悟 所以第四个 就是一动杀 现无常 因为讲动 这个 动这个神 因为讲他震动 一震动的话 就讲到谁的 就讲现无常 宴力 然后以探佛的方式 探佛 还有探佛的神变力 所以讲以普振动 一却唱 就是讲这个无常 因为有振动 比如说我们地震 就有感受到无常 这个佛徒的围吹 后面最讲的是讲到谁的 这个后面是讲探佛功德 还有探佛的神变 用这个法门来 让我们这些众生 来开悟 修学 就是讲以动 动这个叉 动这个 动叉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力震动 现无常 令燕门 以探佛神变 令心 成二圣意 因为这个讲 因为为什么二圣是无常 希望能够离开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所生的这个国土 所以 讲令燕礼 那第六项 这个 第五项 第五项 后面最重要的是讲大圣的部分 第五项最重要的是讲这个 所以他为什么别配的部分来讲是 各令如须米山为臣众生 这个 第四项 为什么讲到二圣 因为他前面都讲二圣 各令如须米山为臣众生 安住在身闻和辟之佛地 所以为什么讲他前面都是比较属于这个二圣的部分 那后面第五个是讲 念念中与严禁一切佛国土 显示一切大愿海法门 开悟世界海为臣数众生 所以讲到谁的这个 每一位佛菩萨 每一念都有这个所谓严禁佛土 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讲严下大愿门 每一念都是希望能够严禁佛土的意思 就是成立佛世界佛净土的意思 所以这个大愿 令修佛求向 修佛求向最讲的是讲那个 那个第五个是讲到谁的 他的 因为念念中与严禁一切佛国土 显示一切大愿海法门 所以让我们这些众生能够修福 这个福德去求向就是 那个迈向到这个谁的 去修学这个谁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圣 就是去向佛果 所以严禁佛土 第六项 这个讲各 这个念念中与朴摄一切世界 延持佛音生法门 开悟世界海为陈树众生 这个讲一色身 延持门 就是讲那个 因为每一个菩萨都能够 普射所有的众生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 所有的众生的延持 还有佛所说的 还有佛所说的佛音生法门 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讲摄身延持门 就是每一个菩萨都能够 都能够普射所有的众生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文 比如说英文 中文 还有法文 德文 然后有关于这些 一些文 这些事件的这些语言 然后宣说这个佛 佛音生法门就是讲到佛所说的法门 所以让他能够发这个大大信 因为讲佛音生 其实同体大悲 因为佛音生的意思 就讲那个 因为最佳是用声音来讲那个佛大悲 来宣说这个 就讲他的这个佛的大悲心 来宣说这个佛的佛法的意思 那第七项 第七项是讲 念念念中能与一切佛法云法门 开悟世界海为尘数众生 所以讲每一位菩萨都能够 能与一切佛法 每一位众生都能够选 能与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位菩萨都能够像下雨一样 就像我们所说的他们每一位菩萨都能够宣说所有的佛 一切佛法就像云一样 可是每一位菩萨都能够非常非常流利的宣说 非常多的这些佛法 讲能与 因为与是讲下 那你讲表示这个讲佛 菩萨宣说 宣说所有的佛法像云一样遍布所有的法 我们所说佛 不是遍布所有的我们是学的众生 这是为什么讲祝佛阳化 讲这个第七项 以佛云一法门 这个令入菩萨不退之位 以上三位都在就讲地前的三弦 地前的三弦是讲 这个 十性位就不讲了 十住十行十回向 因为佛云一法门最讲的是讲 这个菩萨宣说这些的佛法 令入不退之位 最讲的这个不退 最讲的出地 所以还没入才 才所做的这个宣说 佛的我们所说的佛法 那第八项最讲的是讲这个 他这边所说的 按照 按照第八项 他比较讲的是 讲出地 出地 出地以上 至远见平等法 这个第八项是讲这个 这个 宁愿中以普现佛身充满法界 不是 宁愿中以光明普照 十方国土 周遍法界 世界神变法门 开悟世界海 会成熟众生 他这个比较难了解的是 比较难说的 因为他是讲出地上 比较难说的是这个 比较难说的是 自远见平等法 知道他是遍照满法界土 就是神变门 这个比较难以了解 因为讲这个 宁愿中以光明普照 十方国土 所以讲制造 这个遍照满法界国土 还有神变门 神变门就是讲 世间神变法门 第九项 历恋中以普现佛身充满法界 一切如来解脱立法门 开悟世界海 所有的这些微臣 众生 广想这个 一佛普现遍法界解脱立门 另得八地上的大立大愿 无尽至尽国土义 我们第十项 是讲 念念中以普现菩萨建立一切 众会导常 法门 开悟世界海 微臣数众生 所以如是 这个最后 最后是讲 如是 普遍一切法界 随众生心 皆令开悟 所以是讲 诸佛阳化 这个讲 有关于这个 第十项是普遍建道场门 令祝佛果大悦海 那后面最讲是讲那个 申如来家 申如来家 按照这个讲 比较 比较严格的解释 也讲真正的 就是入佛果 因为如来 如来家 不是叫申如来家 因为有些讲申如来家 是讲出地 有些申如来家 是讲那个 石柱的 这个谁的 这个 申贵柱 石柱的申贵柱 是讲能够 领纳佛首说的教法 所以叫申贵柱 申贵柱 我们在后面才能解释好 因为申如来家 本身来讲就是 严格解释就是 他就是如来 所以非是出地 以上申佛家 那言通事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讲到这个 十法与此实义 一一骗通 所以一法成实义 如是骗通无所障碍 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 这真的很难了解 因为他每一个法门都可以 下面的所谓的 手法成义都有 每一个都可以喊这个实义 或是实义 或是负骗 无所障碍 个别式 个别式也比较好了解 因为第七个 刚才所说的第七项 就是实义第七项 第七项最主要是讲法门的宣书 第八项最主要的是 每一个众生 对每一个众生 因为我们讲第八项 这个第八项最主要是讲 也是有实相 这个每一个菩萨 念念中一一国土各令 如须米山为成书众生 度恶道者 永离祈苦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 别配到第七的 这个谁的 祝佛洋化 因为祝佛洋化的第一项 最主要的是 讲这个 梦自在 视线法门 开悟世界海 为成书众生 因为这个讲 他的这个解释就讲到 以梦中寻觉造恶众生 令得断恶 勉苦 勉苦亦故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 第七可以配第八 就是讲一对一 二对二 三对三 所以是讲那个第二项 刚才所说的 那个镇定的那个镇定 不是那个 常定的那个 那种镇定 就讲我们的学定镇定 还有非正非 就是我们众生分三类 一个是我们的 学习佛法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讲的 这个三圣的这个修学者 那后面 协定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造恶众生 那有些我们所说的 不正不邪 非正非邪 就是讲 有些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人天的这个部分 人 比较属于人天 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我们这些 比较属于我们现在 有些世间人 他又不修学 又不再造恶 非正非邪 第三项就讲 第三项是讲到谁的 这个视线这个谁的 这个天 末跟胜 所以定须敏三为臣 修众生 随其所乐 生于天上 所以这为什么讲到 这个 祝福洋化的部分来讲是 献诸天末 还有献诸天胜 是下朵 或是生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欲戒跟舍戒 让天能够 惊险 决险 来修学 第四项就讲到 动这些佛叉 讲国土为翠 现在我们说 有时候土石流下来 真的是很恐怖 有时候是大地震 有时候是大火山 国土为翠 让我们这些众生 能感受到这个无常 所以厌离这个三界 所以为什么讲到 第五项是 虚米山为臣 是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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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我们 这边的解释 是为什么讲到 这个 这个 是众生 是众生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让大家能够感觉 知道他在解释什么 不然这么多 其实陈关法师 是心真的很细腻 他希望能够解释清楚一点 就解释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再接下来 再讲 这个最主要的是讲这个 那个为了要 最主要是讲那个 那佛的这个所谓的现象 这个光明现象 这个赤光 还有百好相关 这个现这个相来说 说这个回答这个四十菩萨的四十问 所以这讲到四十方的这些菩萨 感受到这个 比如说那佛的这个 现这个光明 所以 这个讲 所以来 整个 同聚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 金刚菩提道场 叫同会道场 同会道场之后 每一个菩萨 这个非常珍贵的 我们所说的来宾 贵客 所以他每一个菩萨 都会展现他的这个特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每一次的 我们在颁奖的这个时候 很多的贵宾来 他穿着非常地华丽 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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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到谁的 限制在用 我们进入这个 深光质树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为什么讲到 刚才所说的 是讲为什么 我们佛应生同体大悲 就是在这个 手画诚意那边才有讲 这边的补充 令入菩萨不退也是 比如说有讲这个 就是最早是讲个令 屈米山围城书中的 禁制业 建一如来 所建一切平等法 所以为什么 第八 为什么我们成观法师的 祝福洋化是这样解释 所以这不是我们成观法师 随便解释 没有他不会主观的解释 所以都会有参考 他成观的解释都是属于 第一项 属于别配式 他比较着重在别配式 我们解释都比较属于个别式 比如讲前十法门 各自开悟 就是他的这个十法自己 各自开悟他相应的这个众生 所以这是以法为意 后十意都比较属于 针对某一种众生 所以 就讲 如果 这个我就不在讲 因为个别式 那个孟子在门 所以 既然梦自在 所以一切皆如梦 但我们讲的光生智树 所以耳时诸菩萨光明中 就讲到大家 请翻看这个 卷十四的 书超的第六十页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 传要是讲到谁的 这个 在 卷十三的二三七页 所以耳时诸菩萨 光明中同时发音 发声说是颂言 这个有十个颂 十个颂 有分这个 所谓的第一项跟后九 所以 第一个最讲的是总书 因为总书 讲的是 诸光明中 出妙 妙音 诸光明中出妙音 就是讲到 所谓的 这个 因为就是讲 譬如真那佛现象 就是讲现这个光明像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光明像之后 这个所谓的 每一个菩萨都有 凌纳到这个光明 所以来回 回应 就是出妙音 所以这个 所以这讲 出妙音是每一个菩萨都 回 凌纳到这个光明来做一个回应 就是讲同时发声的意思 发出这个声音来 回应这个光 光明 所以普遍十方一切果 所以讲到这个 这个 菩萨 因为 譬如真那佛所现的这个 现这个光明是片一切法界 这个谁的 菩萨所回应的这个声音 也是片一切法界 就是普遍一切 十方一切果 这个讲的 眼说佛指出功德 就是讲这个 这个 那后面是讲到谁的 那个 眼说佛指出功德 就是后面的 就是讲后面的九个兽 就是讲这个 佛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功德 就是讲他们的修学的这个功德 然后 也能够说体会能入菩提之妙道 就是能够体会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佛所说的这些的 这个 这个 方便 因为妙道是讲方便法 所以讲到这个 种名 种术 然后面的 所以为什么讲 前纪光身照 这个 照命 这个光身照命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毗鲁真那佛 献这个光 后面的是 冤奔 就是讲到这个 说这个祭寿 希望能够来 会到这个毗鲁真那佛的 这个金刚菩提道场 这个后面是感照 它照命就是 感照到这些光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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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我们所说的 同聚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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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刚 这个金刚菩提道场 所以 精益光身之术 所以是讲到 谁的 每一个菩萨都用 寄送来 回应 菩萨 魏吉 用 穷 升广 因为这菩萨都是 魏吉就是他已经 修学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 如果说他没有讲出来的话 很难了解说 这十方的佛 菩萨都能够感照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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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赤光的 这个 光明 还有这个 白好相光 所以 用声音来 回应 让我们这些大众 都能够了解 所以后面是讲 别 别选这个 得用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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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菩萨 他选出他的 这个 演说佛子做功德 那第二项是 解海修行 无愿见 令苦众生 得解脱心 无下月居劳疲 佛子善路思方便 所以他讲到 整个九句里面 分 也是分成三 是讲三主的意思 三项 那我们前三项 就讲那个 他是讲 铁用自在 那我们先讲 那个第一句 悲智相倒 度众生不平 这个悲可以了解 是讲解海修行 这个无愿倦 令苦众生 得解脱 这个无下月居劳疲 这个无下月居劳疲 所以这是讲 这个讲那个大悲 是讲的 这个无下月居劳 这个无下月居劳 佛子善路思方便 所以佛子善路思方便 是讲这个 这个 这位菩萨 所以为什么 就是讲那个 就是第一颂 就是讲 眼说佛子出功德 这个 就是讲这位菩萨 他能够这个 讲这个 菩萨修行无愿倦 就是他经过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时间 为菩萨 这个节是讲这个 时间 海就是讲 他非常非常 的广大的意思 所以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来修学 没有怨倦 这个为什么没有怨倦 他能够让 这样靠这个修学之后 能够让 这个所谓的 苦众生可以得解脱 这个比较是 我们可以 我们比较可以感受到 悲心的流浪 所以吴夏月 局 劳疲 吴夏月最讲的是讲到 他度众生 不会度到疲乏之后 度入到二圣的意思 因为夏月 行是度入二圣 退度到二圣 所以 这个退度到二圣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治 所以我们 再按照而讲 这吴夏月局疲劳 这部分来讲 比较倾向于治 因为疲劳的部分来讲是 度众生 有烦恼 度众生有烦恼的话 就是没有治 所以为什么讲到 他是被治相倒 度众生而不疲 那第二句 最主要的是讲到 就是讲到 第三句 禁诸绝海修方便 无量无边无有余 一切法门无不入 何能修彼性极灭 所以 这个祭送 这个讲 禁诸绝海修方便 这个是讲 我们的菩萨 在他修学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实相制跟方便制 其实按照我们的菩萨的修学里面 非常特重的是方便制 非常特重的是方便制 因为方便制是 在世间度众生的时候 能够 污职污涨 不会产生烦恼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讲方便制 所以他为什么讲到 这个空有 所以为什么他要讲 空有三观 因为讲 禁诸绝海就是 就是菩萨 这个路 这个初地 比如说他进入初地的部分 来讲就是讲到 他已经进到第一大阿珍子节 然后要进入第二阿珍子节 然后第三大阿珍子节 所以他用第二 两个大阿珍子节 来修这个方便制 所以我们是讲这个 有观 因为讲一个是有 方便是有 所以无量无边无有余 所以所有的法门都 就是讲菩萨 经过非常久远的时间 来修这个 菩萨的这个功课 一切法门没有 没有去学 就是全部的法门都在修 无不入 而横收彼性极灭 所以横收彼性极灭 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观 因为他一直想 因为他一直想我们菩萨 每次对众生讲那个世界本空 烦恼本空 这个讲到谁的 一切法空 为什么讲都是讲空 也讲极灭 为什么讲横收彼性 为什么我们菩萨经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特众这一切法空 也就是比较着重在实相制 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们所说 我们讲本性极灭 是由我们的心去招揽出烦恼 所以讲空有三观 入这个法门 而长期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修学观 因为在有方便的部分 就是讲我们菩萨在进入世界 我们所说的这个三界里面 一定要有这个方便制 就是要能够无杂 无助无质的那个修学 而且所有的法门都要修 而且修了之后 又不能执着说 我有成就 我有得功德 所以讲每一个 所以讲信极灭 所以讲菩萨 所有的菩萨功德 全部都学 然后都讲到他都没有学 无学 所有的 我们所说的 众生全部度 菩萨又讲到 他没有度众生 无有度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这都是讲 抵性极灭 让这些 不沾澡 因为你一沾澡就是 有我 有我所 这都是烦恼 都是三界的绅士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空有三观 到最后是 心常极灭 第四句 三世诸佛所有愿 一切修至西令静 即以利益诸众生 而为至行清静业 这假物我无至化他而至静 这个物是讲那个 这个众生 利益众生 因为他 这个 这个我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那个 因为物最讲的是 讲那个利益诸众生 因为 利益诸众生 当然对众生都没有任何的 我们所 无至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 治流 因为对众生 不再度众生 叫做治流的意思 懈怠的意思 因为智 我们智就是讲到 那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被 被阻挠 所以他讲到谁的 对众生都在利益 就是 对众生没有任何的懈怠 就是不会去说 他不在 不在利益众生 而且他 讲 为什么叫我无至 因为他 所有的三世诸佛 都一直在修行 所以没有任何的懈怠 所以没有任何的懈怠 所以讲 所以讲化他而致敬 这样子 到最后就是讲他的这个 修学 都要完全的清净 所以我们说 这个清净还是在这边 空有三观而常情 因为到最后清净的部分来讲 一定要学波乐 波乐的这个所谓的 无所得 因为讲那个波乐 为什么那么重要 所以为什么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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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用自在 体的部分来讲 是讲这个部分 后面都是讲用 因为悲之相导的也是在用 物我无至也是比较随于用 四五诵 就是讲他整个九诵 里面有分三组 前三诵 第一组 后五诵 最主要是讲这个 讲这个 续全自在 全自在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所造云本的那个部分 所以以前影乐 以前影乐就是讲那个 前面比较随总 比较详细的说 这边就比较概悦的提出来而已 所以第五诵的部分来讲 是 一切诸佛众慧中 普遍十方 无不瓦 就以圣身智慧海 路比如来即灭法 路比如来即灭法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这句最小的讲这个 生片十方 还有这个 至观即灭 至观即灭 至观即灭最小的 是讲这个 这个 圣身智慧海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 这句 这句 有些诸佛众慧海 这个 这要去感受 这个我们的法院经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初慧 因为这个讲九慧 初慧 初慧 按照文的部分来讲 这是初慧 还没进到第二慧 初慧里面不是只有 法 我们 因为 在文 经文里面比较感 比较 依文来讲 我们讲这个 毗卢尊娜佛在这个 金刚菩提道场里面 开始演这个所谓的初慧 其他的 这个佛国世界里面 也有 不是只有我们的 華藏世界还这边演出会 其他都有 叫一切诸佛众慧众 所以普遍十方无不亡 如果说东方 比如说东方有这个佛世界 有某佛 他已经成佛 所以这会如果有这样世界 每一个十方的菩萨都会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所说的 会集来祝贺这个某一佛的这个谁的成佛大殿 所以为什么讲普遍十方无不亡 不为来此会 这个在《华言经》的部分来讲 慢慢才会感受到 因为他是讲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在经文里面感受到 这是初慧 其实佛 比如曾阿佛在其他地方也有进行到 第八慧第九慧 还有第七 不是其他的慧 就是讲这个无穷这个谁的这个崇敬的仪式 那第六句是讲深光朴露 讲一一光明无有边西路南施 这个诸国土 那是讲到谁的 那譬如曾阿佛这些光光 他所现的这次光 还有他的这个百好相光 是没有边际的 这可以录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些十方的这个佛净土 清晴致圆的普能界 你有致圆才能够骗观到 这个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都是这些菩萨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四诸菩萨所行进 那第七句就讲这边的第三句 菩萨能注意矛端骗动十方诸国土 不令众生有不下 是其清净方便地 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些菩萨的自在 因为它有五句 第四句就是 这个第四句是 这个第四句是 因为讲这个 其余陌生的部分来讲 是讲这个下斗跟上神 那第九句就是讲三世 所以一切结束一刹那中心能泄 之身如幻体无体相 证明法性无碍者 念觉无碍 这个节由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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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觉俱隆 故与念念能做 所以大家能够感受 这个是讲那个 好 让大家能够看看 你看这些经文好了 那最后一项是 皆广有归 最主要是讲 普贤盛行皆能入 一切众生息乐界 佛子能助持法门 诸光明中大殷孔 这最主要是讲 因为为什么最主要是 要提出普贤 因为后面完全都是 由普贤来主导 因为最主要是普贤菩萨 因为佛只有 是现出光明 因为用光明来 来回答这个四十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 由普贤菩萨来回答 用语言声音来回答 这些最主要是 这个四十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畏惧会提出普贤 我们在后面 我们在这个 前面的这个 索造云本里面也是 最后一个也是 讲普贤菩萨 因为我们这 法院经的这个部分 来讲是普贤 跟不是师弟菩萨 是两位菩萨代表 因为他们两个 如果能够 我们所说的 在菩萨的位皆 能够修学圆满 因缘果满 因缘的话 才会成就毗露尊娜佛 就是讲普贤 盛行皆能露 就是讲普贤菩萨 都能够露这些的 都能够做到的意思 就是 非独向所成 故能光中掩饰自在 非独向所成就是 讲到谁的 因为它是 接连前面的部分 故能光中掩饰自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后面就是要 展现普贤的这个书法 因为全部会归到 这个普贤菩萨的 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 后面是讲到 这个手造原本 我们就讲完了 那我们后面讲 献瑞表述 这个儿时菩萨 这个儿时 这个世尊 一念一切菩萨大会得 得以如来 无边境界神通力 故放眉间光 这个光叫做 一切菩萨制光明 要十方丈 这个七状 这个光明的这个样状 带有这个宝色 而且就像灯 也像云 因为上如宝色 还有灯跟云 形状很像灯的意思 也很像云 用这个三种 这个相貌 来说这个光的形象 那我们后面最早的就是讲那个 这个因为讲那个 献瑞是我们这个普贤菩萨 他献出这个 这个献什么 最早的献白美好像光 很像出光是法主 这个瑞是讲到这个 因为讲这个 放眉间光 因为这个是讲光瑞相 所以为什么要放这个光 它的本意 第一 第一个 所以为什么 这个最早的讲这个先 我们就讲到那个 刚才所说的这个 献瑞表 我们就讲献瑞表书 这个献瑞就是他献白好像光 就表示他已经说完了 他的四十个问题 全部都已经 就是回答了意思 全部都已经回答了 这个看得懂才看得懂 看不懂 就是要 我们都是属于看不懂 就是要看后面的这个普贤三昧品 就讲到那个 他的意思 最早的这个 有 文里面有三相 是出光是法主 就是他献的白美好相光 表示他就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华焉金的真正的这个 这个谁的叫主 那他为什么要献花 他有他的意思 为什么要献众 表教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书名 因为法界人虹 所以是 这个 法界人虹的部分来讲就是 最假的是 最假的是讲到谁的 不是我们的普贤 不是我们的毗如生罵佛 没有回答 因为他本身 就是献这个白美好相光 就表示他已经输了 我全部回答了 所以这个 用献光来表示这个谁的 这个人 所以就讲到法界人虹 所以才为什么 为什么用这个讲这个 这个光芒代表的是法主 那后面是讲这个义 这个是教本 是在教前 因为他的排行 这个献花表义跟献众表教 这个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讲 这个我们 这个最主要的是 讲法主的部分 那个法主的部分来讲 用六项来说 第一个就是他的 第一个为什么 佛要 要献这个 白美好相光 一个义的意思 他的本义 本怀 然后他这个体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体最主要的是讲那个 这个光明 就是讲 我们 体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那个 在这个 就是讲白美好相光 这个光的 手放的地方 按照我讲就是白美好相光的意思 这个白美好相光 因为他有这个光明 这个光明 因为讲白美好相光 按照我讲是通书 这个 他的这个明 这个光的这个又安理一个名称 好 好 去讲光明 那我们先讲这个 义可知 这个义可知 这个义可知就是讲 为什么要放白美好相光的这个本怀 本义 是让我们这些 这些菩萨 能够 得 因为这菩萨还没有成佛 所以他希望用这个光明 来 来这个 谁 放这个白美好相光 能够让我们这些菩萨能够 得这个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 就是讲大神通力 所以这个是佛的本怀 本义 那后面是讲他的体 那为什么讲白美好相光 那我们讲是光体 就是从白美放射出来的这个光明 那为什么霉间 他本身来讲是讲 这是白美好相光是讲中道光 按照我们这个称呼都是讲中道光 他的这个中道光 我们后面就这个 因为这个是蛮重要的 他本身讲就是离二边 因为讲中道光 这个离二边到底是离什么边 后面全部讲这些 因为这个 我们开始要讲 从第一个部分来讲 是这个体 就是讲他放的这个中道光 好相光去讲 最小的这个光 只有我们就讲成佛才能够放这道光 就讲法主 我们这个教主 这个白美好相光这个体 非常重要 第一个人讲不计有无二边 因为我们所有的境界 全部都从这边开始有无 我们众生看有 境界我们众生感受到境界有 有时候感到之后 境界没有出现有无 看到有 有看到境界有边 没看到境界就无边 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众生 完全落入到这两边 我们讲这个一体 就是讲我们所看到的境界 不计有无二边 一意 一意就是我们 一意就是道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境界非常非常好 我们希望他能够常出现 所以他有常 这个境界看得非常难受 希望以后不要出现 所以讲常无常 那常无常后面就是讲苦肉二边 这个疑行不惜苦肉二边 疑行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看到这个境界 第一个是有 有看到境界 看到这个很好的境界 我们希望他能够常出现这个境界 这个因为境界 我们开始就喜欢这些境界 喜欢就感热到 热在这个境界里面 所以讲行 因为行就是讲能够享受到这个境界 讲热 因为这个运行在这个热 我们希望能够时常感受到这个快乐的境界 所以愚行行这个热 所以如果这个白眉好像是讲 如果这个白眉好像是讲 不会去 一起去 我们所 就是讲到我们众生 常落入这些的有二边 带我们在感受境界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 意 因为意就是我们 我们对他 对境界的这个 这个意 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这个 用这个为是的道理 来讲 为是无意 意 意我们讲境界的意识 我们对境界会 会思维种种的想念想法观念 所以意为什么讲道理 所以意的部分来讲 对境界会想 我们希望他能够长久 所以讲长无常 希望他长久 我们希望 沉溺在这边的快乐的境界里面 想为什么讲 我们众生是 比较沾着 比较去 会去行的 不然是讲到 喜欢去做 苦乐的这些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时候在苦 边 有时候在乐边 一道 不住这个邪正二边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 道是修学道 因为我们 如果你不懂般若的话 我们感受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人做坏事 我们开始就是 我们会去批判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 讲到他犯法 然后我们就认为他做不对 那我们比如说这个人做好 很用功在修学 所以我们就讲 他修学很好 就讲我们众生 就是我们一些 一般的众生 就很落入到 他有持戒 他不持戒 就讲那个 斜边跟正边 如果是白眉 像中导光 就不会落入到正邪二边 鱼人不知因果二边 为什么讲鱼人不知因果二边 比如说这个人 我们看到这个人 比如说他在最坏事 然后就开始 一手果报 会落入到三二道 他会怎么样 会得备 我们所说的很不好的果报 我们就开始批判别人 比如说这个讲 为什么我们就讲 愚人不知因果二边 中导光就不会说 我们菩萨修学 他不会看到这个坏人 就会支支点点的 想为什么讲 愚人不知因果二边 一教不说世间跟出世二边 一地不见真属二边 一化不定全死二边 事故为重放这个眉间光 这段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真正的这个白眉好相光是中导光 它离所有的二边 所有的变 这个因为我们众生 不外都是堕入到这些二边 比如说一地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这个世俗地 这个是圣义地 我们也讲到这个谁的 一化不定全死二边 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是修学二圣 这个是修学大圣 全是讲二圣 诗是讲大圣 这个教的部分来讲 比如说我们 教的部分来讲是讲世俗 我们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印触界是讲世俗法 然后我们讲这个初世俗法 是讲这个谁是真如涅槃 法界 是讲这个初世俗法 所以我们这个是 所以我们都不落入到这二边 我们未来都要学习这个 就是讲中导持相 不落入两边 这明的部分来讲是 菩萨至光明 菩萨要十方丈 什么叫做菩萨至光 令得能知智 菩萨十方丈 令照守之境 一切菩萨至光 最重要的是讲那个 因为佛的白美好相关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菩萨 都能够得这个 这个菩萨的这个 他需要的这个智慧 无露智 这能知智的部分来讲是 我们菩萨 他的这个 他所要得的这个智慧 照耀十方丈 希望佛放的这个白美好相关 能够让菩萨能够再造 这个所谓的所知的境界 能够全部找到 你想不照十方丈 那后面最重要的是 那后面最重要的是 葬有什么三个 有 这个补充说明 葬有三个意思 这个 第一个是讲那个 智光寒得无尽 葬最重要的是寒肠的意思 这比较属于寒肠 所以第一个是讲 因为是讲那个 讲那个菩萨智光 因为菩萨的这个能无露智 能够 因为菩萨的无露智 菩萨有无露智 就是他能够展现出种种他的功德 功德受用 为什么讲寒得无尽 第二个是讲那个 十方 十方岔海各一层内 重重含这个朱岔 因为讲这个十方的部分来讲 就是 因为是讲守之境 所有的菩萨能够看到所有的十方的 这个 我们所说的佛世界海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这个对于十方岔海 都能够看到 而且每一个岔海的所有的城里面 都能够也能够看到他所含的 这些的 诸世界海 佛岔 世界海 或是众生海 这个第二项我们就 因为这是华岩的世界 第一项我们要知道 第二项就是讲到 最假的是 这个我们最假的是 这个一通一五仗 一通一五仗就是我们后面 我们承说过的这个谁的 我们讲的那个佛信论也有 这哪五仗 就是讲如来仗 还有这个初世仗 还有上上仗 还有这个谁的法界仗 还有这个谁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这个 就是我们佛信论的这个五仗 亲近仗 自信亲近仗 自信亲近仗 就是我们在 因为这个最假的就是 如来仗 相关于如来仗的解书 所以他为什么讲到这个 用五仗来解书 因为智广 因为讲那个 这个我们的菩萨的这个无漏广 无漏智 他能够照这个初二仗 令菩萨正 照这个次二仗 初二仗我们的后面会解释 就是后面的 因为有五仗 第二仗 四仗令菩萨成 正则得于涅槃 成则得于菩提 那照第五仗 令化令进 这个最短最早的是 那个我们后面再解释好了 这个最短 就是讲那个 第一个是如来仗 第二个 他的编排 他的编排 跟这个佛性论的编排 的排行不大一样 我们先讲到这边好了 我们下节课 比较着重在讲这个谁的 这个白美豪相关 他能够离二边 因为这个二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再解释这个 如来仗 这个五仗 这脚还是注重在这个 中导石像光的 这个部分 离二边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